担心TikTok会将美国人的个资泄露给中国 美国众议院将在当地时间13号投票决定是否封杀TikTok 华盛顿州街头TikTok创作者以及支持者站出来表达抗议 TikTok不是只要禁止自由表达 你实际上是在我们国家的经济中的影响 他们认为即使禁了TikTok 对数据隐私的担忧一样会出现在其他社交平台 TikTok的最大族群爱好者年轻用户也普遍不满 我觉得这是不正确 我用TikTok每天 为什么 TikTok在美国有1.7亿使用者 美国FBI局长坦言有国安威胁 情报总监也说不排除北京利用TikTok影响大选 美国总统拜登虽然自己也用TikTok来吸引年轻选民 但是他说如果众议院通过禁令 他一定会签署法案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